因為他最基本的路都不平 你開車開一開 那個坑洞爆掉之後 那掉到坑洞裡面 或者是人在家裡坐 或從天上來 水忽然就淹到你家裡面 現在高雄需要的不是暖男吶 你先保住最基本的需求吧 我真的覺得非常好笑 民進黨在高雄執政了20年 韓國瑜執政一年 那一年有出現田坑 全部算在韓國瑜的頭上 結果現在 陳其邁已經做了一年又一個月了 還是算在韓國瑜的頭上 陳其邁是WeCare 帶大的小孩 是個巨嬰子 做不好了 奶媽出來幫忙帶風向 幫忙出來洗地 然後幫忙出來推卸責任 朱立倫有PO一個臉書 幫韓國瑜報區 大意是說 韓國瑜跟李四川 當時在高雄鋪馬路都鋪得非常的好 現在陳其邁做得那麼爛 算是還了韓國瑜跟李四川一個公道 那時候他們把韓國瑜李四川講得那麼爛 結果陳其邁更爛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那我就在下面留言 支持李四川選高雄市長 當然我這個只是個人的小意見 現在有比較長的時間 準備一個比較強的人 誰最適合 你看高雄需要什麼 高雄現在就是基礎建設很差 你路都鋪不了 有一個馬斯洛的需求理論 各位有聽過嗎 人要先求生理需求 就是你要得到基本溫飽 最必要最低階的需求 然後生理需求好了之後 你才會慢慢往上 就會提升到心理層次的需求 然後又提升到社會層次的需求 簡單講就是 我如果吃都吃不飽了 你跟我講說 叫我尊嚴 你看 為什麼現在打疫苗這件事情 這麼多人就是要搞特權 憑良心講 那是因為政府沒有滿足到大家的基本需求 我生命要緊啊 我還跟你講什麼道德 跟你講四維八德 我先保命重要啊 就像在一艘船上 船成了 只有幾艘小船 大家搶得上小船 那個時候 還會跟你講什麼民族大義嗎 還會跟你講什麼四維八德 恐龍浪泥嗎 我先搶到再說啊 那叫做基本生理需求 等到基本生理需求都完備了 我不愁吃穿了 我就開始要追求社會道德層次 做做公益啊 然後獲得大家對我的認同啊 那你看高雄現在是什麼 高雄現在缺的就是第一層的生理需求啊 因為它最基本的路都不平 你開車開一開 那個坑洞爆掉之後 那掉到洞洞裡面 這就是基本需求沒滿足嘛 或者是 人在家裡坐 或從天上來 水忽然就淹到你家裡面 生命安全沒有保障 現在高雄需要的不是暖男啊 每天說我好暖喔 我好暖喔 大家在大港開場啊 你先保住最基本的需求吧 找一個工程人員 會做事的 執行力強的 不跟你搞政治的 把路給它弄平 淹水把它 製好 路燈 讓它亮 你先把路平燈亮水溝通 把它搞定吧 環境整潔 社區安寧 先把這些基本需求搞定 誰最適合 我覺得李四川最適合 我這樣講是非常的這個大氣啊 李四川住在我選區 各位知道嗎 他住在板橋啊 以前是我們 新北市的副市長 我也希望他不要離開我啊 沒事可以教我們很多事情啊 可是 為了高雄好 看到高雄這個樣子 把韓國瑜鬥爭走了 然後換這個暖男 這個巨嬰 看得也難過嘛 好不好 割案 那李四川的去拯救一下高雄 我是覺得最適合的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 並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葉原之原之原味 記得開啟小鈴鐺哦